你看 这个魔术 魔术师哥哥 表演到现在只有失败过一次 舞台上魔术师和小朋友正在进行魔术表演 台下的小朋友又是遮掩又是尖叫 因为胖胖的小手被放在刀架上 看起来是不是就像要被切断了 台下的观众都好紧张 原来这是魔术表演 小朋友的手始终都是好好的 是刀架的机关给孩子视觉上的错觉 这是受险业者关怀公益列车 欢乐魔法教学派对给孩子的惊喜 让更多偏向的学童也有机会 亲身的体验一窥魔术的奥秘 这个活动是我们公益列车里面 最受到小朋友跟大朋友欢迎的魔法派对 那今天魔法派对来花莲 已经是连续三年来花莲了 为什么今年还能够来到花莲 我们今天特别安排了特别邀请了 脊椎损伤协会 听障协会 这一些他们平常可能行动或是 有自己有一些障碍 但是他们可以一样可以来看到 魔术师透过他们领巧双手 把不可能活生生展现在眼前 因为说能够带给我们花莲相亲 带给大家欢乐 带给大家各种各种想象的空间 也让小朋友有想象力对他的人生 对他的将来发展更有帮助 魔术表演不仅是大人 也是小孩的最爱 携伴本次活动的花莲记者协会 特别邀请了脊椎损伤协会 一同来看秀 大家一起沉浸在魔法的世界里 用欢笑过日子 感觉格外的快乐 小朋友更是喜欢 一连串千变万化的演出 加上与学童的互动 现场不时传出惊讶的声响 以及掌声 接着由年龄人进行魔术表演 神奇的变幻以及简易的说明 让学童们各个都成为小小的魔术师 魔法派对至今已经连续三年 在花莲地区举办 也是这个受险业者 唯一连续在同一个地区举办的活动 除了是要感谢花莲的 相亲朋友的支持以外 也希望能将爱心借这个机会 散播到台湾的各个角落 记者改造 花莲市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